台湾人的爱心满满 不只照顾到了非洲的孤儿 甚至还远渡重洋 传播到了纽约去 因为来自台湾上千名的纽约海外侨胞 最近是发挥了超越宗教 国家跟种族的爱心 在皇后学院的寇登剧院 热烈欢迎了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有12名的非洲青年的巡回表演 我们相信用非洲的古文 能够用中华文化能够讲中文 能够地址归唐诗诗诗词等等 能够唱台湾歌曲 中文歌曲 甚至打少林公务 这些的表现必然能够了起 旅外侨胞的思乡练土的情怀 能够引起海外侨胞对文化的一种共鸣 在我们的国家 很不容易拿到这个签证 来到美国 每个人都 如果有这个机会 真的会很难得 所以我很兴奋 我也很高兴 来到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跟我们的国家比一比 差在哪里 所以长大以后 能改善我们的麻辣味 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过去出口了很多商品 还有高科技产品到世界各地 那可是可能很多人不晓得 我们也出口了台湾人的爱心到世界各地 在世界各个角落 我们都可以看到台湾人心情付出 在做慈善工业 慈善事业上面的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台湾爱飞扬这次的北美洲巡演 它能够吸引更多的 不管是台湾还是各个族裔的 我们在美国比较好 比较富裕的一群人 能够继续投入公益事业活动 因为唯有爱能够引发爱 唯有善心能够带来更多的善念 纽约台湾上会的会长吴李纯表示 十二位的非洲青年的演出 不只有非洲舞 还有客家歌谣跟中华武术 也充满了浓浓的台湾味 让海外的侨胞大为感动 纷纷激发起了爱心 响意赞助活动 因此会长也代表 捐赠出了13万元的支票 给阿弥陀佛关怀中心的住持 慧礼法师 期许这些非洲青年 都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 请不吝点赞助活动